大家好 今天是2012年4月4日 德国有一个61岁的男子 说接种了87次疫苗 他是不同的疫苗接种点 然后去接种87次疫苗 接种这么多次这个疫苗是干嘛呢 他应该是确实是自己是针扎进去打过了 他接种这么多次疫苗 他就是为了去给那些不想打疫苗的人 提供这些伪造的疫苗证 那么他每次换个地方 然后去打疫苗 然后就拿个空的疫苗证 那个疫苗证上是有这个叫 疫苗的编号的 那就是等于说这个是真实的 那个疫苗证里面发伪造 但是名姓名什么的他都空在那边 然后就把这个证卖掉 靠这个赚钱 那总共他接种了87次 应该就是卖掉了80几张了 那么他现在是被抓住了 然后也有被怀疑到 就是打疫苗的这个医务人员 也有怀疑到他 那现在就是被抓到了 然后德国的新闻爆出来 在德国这个萨克森州 他就是那如果有他这一个人的话 那应该这个说是德国警方在接到通知后 宣布该男子被抓获 然后对这件事情进行调查 那如果我相信 我相信德国如果有这么一个人这么干的话 肯定也有没被抓到的 那你对这个病毒的 就是说这种各种的限制 对普通人的限制 然后欧洲本来生根国家 各国家免签 那么现在没有疫苗护照什么的 也不让你自由的行动 去哪里都要看疫苗护照 那都是有这个需求 那有些人不想打疫苗 疫苗这个东西应该是自愿的 但是你强制了以后 这就等于强制了 因为你有限制 那就有些人他觉得 有些人必须是要去别的国家 或者是要去某些地方 那你这些地方一定要开疫苗证的话 这个就等于是强制疫苗 那强制疫苗 你就会有人去做这个生意 那这个生意 我想说的他这个是个个人 然后前段时间中国跟中国金玉医疗 河南说是造假投毒什么事件 他叫投毒事件 但实际上是说这个金玉医疗做了检测以后 没有把这个检测结果去通过 没有去做下一步的工作 就收了这个 每个人就做了个检测 就免签捅一下 然后收回去 就把这个试剂什么的都丢掉了 那么有些人明明没感染的也感染 有这个还有广州的有人说这个没去检测 他也变阴阴性 也变检测过 就是手机上那个软件显示 反正中国的就是基本上像德国的这个 这个事情是一样的事情 是两件事情是一样的事情 只不过一个就是个体户个人在搞 中国人说的个体户一个人在搞 因为国外有权力的权力的大的机构 是被各种的监管监控着 他是不敢去做一些 他是没有这个 他已经没有这个功能去做一些 为了不正当利益去做一些事情 但中国都是像金玉医疗 金玉医疗出的这个事情 那绝对不是金玉医疗的事情 他之所以会这样 然后赚了像中国这些检测公司赚的这些钱 我觉得这个 这个骄傲女孩这个推特 他说的就很好 本质就是利用毫无实际用途的核酸检测 将国家的钱搬到检测公司账上 那检测公司账上的钱 还会搬给国家那些政府有权利的员工 中国像检测公司没有权利 他是绝对是做不了的 对于中国这个检测公司 我还很反对一种观点 就是说 这些有权利的人怎么疫情来了 就靠疫情赚钱 要是没疫情的话 他就用权利去靠别的方式赚钱 反正他怎么都能赚钱 因为有些人觉得说 是因为为了赚这个检测的钱 然后才放这个病毒 才让这个疫情越闹越厉害 然后各种的 清零政策 对这个表面上好像是说要严控疫情 实际上做的这些集中检测 封闭 然后阳性的 跟这个检测结果阳性的 跟没有阳性的 一起隔离 然后有症状的跟没症状的一起隔离 反正各种乱 反而造成了疫情的更严重化 那现在就是比当时武汉更严重 不是比当时武汉检测的 民间造成的恐惧也好 然后确诊的人数也好 那就现在简直就是 对民间的控制 控制的这种严厉的程度也好 那就比当时武汉爆发的时候还要严重 可能没有死那么多人 但是这些恐惧感受 你感受得到的东西 那就是更严重了 那就是他们想去通过检测赚钱 故意造成这种恐惧 因为这个我也同意说 他不是为了去赚检测的钱 而故意的把疫情给搞得更严重 然后嘴上跟你说 我是在控制疫情 但是我也反对另外一种观点 就是说你认为有权力的人 怎么都能赚钱 这他妈的是不对的 你不能说对没错 是有权力的人 对吧 通过权力 有病毒的时候就通过检测赚钱 没病毒的时候就通过其他方式赚钱 是没错 但是这样是他妈不对的 权力应该被限制住 你不能随便拿来赚钱 美国这种总统 特朗普去教堂 他妈的捐钱 掏个几张20块的回去 还塞回去一张 他算一算 要捐多少钱 去教堂 你可以给教堂捐钱 你不捐也不会怎么样的 但是你有权力的人 不看钱 这绝对是他妈的一个无耻的行为 绝对是一个要谴责的行为 不是什么理所当然的事情 不是说你 因为想通过赚钱而造成病毒 这件事情可能没有这么卑鄙 中国政府可能还没有 没做这个卑鄙 不是说这个卑鄙的程度 也一般 他只是没有走这个路去卑鄙 但是你走另外的路卑鄙 他妈也不对 对吧 你有权力的钱 你不探钱 不探中国权力大的习近平 毛泽东 权力最顶尖的那个人 从来不看钱 这他妈是不对的 你应该看钱 你看钱了 这个国家才能好 这个老百姓 这个国家他妈的公民才能有钱 就国家才能有钱 国家才能好起来 你总统不看钱 因为权力无限大 所以从来不看钱 要什么东西就给什么东西 对是没错 这是这样 但是这是他妈的不对的 而且这是他妈的很土鳖的一个事情 你自豪个屁 觉得好像有些人 把这个中国领导人 中国有权力的政府的人 讲成这个 讲成这个德性 狗德性 就说他从来不看钱 要干什么东西 要要什么东西 就要 直接就要 下面人就帮他弄弄过来 他从来不看钱 从来不考虑 这个事情要花多少成本 这他妈就是不对的 为什么中国政府搞什么东西 都这么疯 他因为他不计成本 他要么就清零 要么就把所有人都限制住 然后让老百姓 让普通人去牺牲所有的东西 他自己无所谓的 他自己不管成本 不顾成本 他不去精确的计算成本 不去算钱 就因为他不算钱 所以体制裁他妈糟糕 裁他妈完蛋操 这是应该所有人看到的事情 而不是说你看到说 中国人没有说为了赚检测的钱 把疫情转的弄得更糟 中国政府还不错 反而看过来他中国政府权力大的这些人 习近平要什么东西就有什么东西 就帮他弄什么东西 他要走什么样的政策 他就去做什么样的政策 好潇洒 从来不考虑钱 这他妈是傻逼好吧 这是他妈脑子不正常 你这么搞有什么好处 你自己搞也搞不下去 谁给你搞 谁给你玩 哪个国家跟你这个玩法 你只有他妈就去算钱了 对吧 算到一定的成本 就跟你谈你对一件事情的感受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程度 对你人生的政府 是要限制普通人的自由的 他的功能就是限制自由 但是你要让他限制到什么程度 你怎么去知道 你不得算吗 对吧 你得算 你要接受到什么程度 那这个就是看钱 对国家对政府来说 对政府发布政策来说 他一定要看钱 那不看钱是什么土别政策 你要么就矫望过正 要么就 要么就是 就像中国进华生育 要么就只能生 人多了 只生一个 人少了 实际往死里给我生 你当人家都是机器吗 就是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人 所有的人都有feeling的 都有感受的 所以你必须得计算 而不是说这种 什么都 什么都不考虑 不看钱 然后就很潇洒了 我操 那不就是普京这种 我当不了总统 我就把地球炸了 不计任何成本 那不就是他妈的三岁小孩 幼稚吗 不是弱稚吗 你如果确实他妈的人就那么矮 还吃奶 就只有三岁 你表现的这么弱智 那OK 如果你是个成年人 你还表现的这么个弱智 这么个低能 两种 一种是你是这个有权利的人 你就潇洒的来 什么东西都拿来 什么东西都使劲搞 我不计成本 我有权利把这个钱给搞过来 你跟我算什么钱 这种 还有一种就是说 他人家有权利 人家理所当然的 不计钱的 人家不可能为了钱 去干这个事情的 你说这个东西有个屌用 要你去说吗 对吧 这两种都是他妈的 都是你一个成年人的身体 你住了一个他妈三岁小孩的 一个兔包子低能吗 不就是这样吗 所以你要知道 是你不算钱 是傻逼的 是有没有人去说 对吧 有没有人告诉他 你不算钱 你怎么你就潇洒了吗 你钱多了吗 钱多的人就不算钱了吗 那他钱不可能多的 不算钱的人 他妈钱不可能多的 除非你有权利 然后又是中国这种独裁的社会 对吧 然后普通下面人就觉得说 哎呦 这个领导人都有权利 不用看钱 好潇洒 对吧 这个消息先说到这里 对吧 对吧 感谢观看